好,回到2月1日的啤梨晚報 有網友就說 23條立法,香港準備封網 啤梨晚報肯定被滅聲,借不是說笑的 那我首先回應一下現在的情況 那你說23條立法,跟封網有沒有關係呢? 其實是沒有關係的 那他各國都可以封的 其實他不需要想什麼法,不封就封 有什麼問題呢? 那問題就說 香港那班官員 我們現在突然間有一個出門,有人這樣流出來 我一直在思考 他在什麼情況下會封網呢? 就是一個他們在業績、政績下 再沒有得交代,再沒有得賴 於是就賴那個網絡 影響的人 騷擾、擾亂的人 因為很簡單,譬如他立了法之後 有一些在境外 因為23條裡面有,上天下地都齊了 是吧? 可能會呼籲一些 他們認為對香港的國家 或者對國家安全有問題的語言 是吧? 這樣就可以賴的嘛 於是他們會討論 或者甚至有市民會覺得 不如封我看他 既然有這麼多這樣的聲音 嗯 但是封網這件事情呢 你覺得是不是這班官員可以決定到呢? 這個就是要等我們偉大的祖國去決定的 當然要上面下命令 這些是很大件事 香港一封網 你得恒生指數 他剩多少 好了,接著我們又去想 那麼偉大祖國 有沒有需要去care你香港 會變成怎樣呢? 現在的國安法也是這樣 嗯 這個真的是很難去估計的 如果用現在這一刻的形勢來看 我覺得這個機會是零 在現在 除非他覺得你們外德很出樣 是的 會比19年 又或者他自己很厲害 首先要去自己的 因為為什麼呢? 大家要留意我們少說 他現在其實在很多程度 其實我都覺得 有時候我很迷惑的 但是這個迷惑 我迷惑了十幾年 十一、二年 所以我就已經習以為常 那麼你照計現在看的形勢 這個可能性是零 除非你們說打仗 因為去到現在 但是連打仗的機會都不高 哈哈 哈哈哈哈 說了幾十年 他打台灣 不是 我們要這麼說 說了幾十年要打 就不代表明天不會打 就是我們要 都要小心的 但是你又要結合 過去那大半年發生什麼事 或者我們聽到一些小道消息 怎麼打 嘩 大哥 是吧 所以呢 那麼大家現在看看近來的動作 是很奇怪的 這一方面呢 其實呢 我覺得我們偉大祖國呢 譬如現在傳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 那個什麼劉健生 還是劉什麼 劉健卿 劉健超 也是超哥 也是超哥 說會做一個 我們的外交部長傳 那我覺得都應該很大機會 都沒有人 哪裡做都沒有分別的 有些分別的 因為呢 顯示了 究竟他 現在想怎樣走 但是他那種左搖右擺呢 你又很難去預計 所謂的左搖右擺 其實就是看著 國際複雜的形勢去改變 是吧 或者你用國際複雜的形勢也可以 所以呢 我覺得呢 大家又不用一塌子這麼悲觀 因為你以為現在呢 現在這個23條這樣的立法呢 事實上會出立 昨天阿楓水號就說會越來越嚴 那我昨天那一塌子 那基本上呢 就包羅萬有了 一定會嚴 嚴格上次很多 嚴格國安法很多 OK 但是問題就是呢 他會怎麼執法呢 不代表我不是說 我們在自我安慰說 我們會沒事 但是 而是說 如果 他真的 老實講 你立了一條法令 你沒理由什麼的 你這樣真的呢 是非常危險的 你說風阻的機會 太大風險 不高的 有風阻的台 是啊 機會就大很多 但是沒有意思 現在說得最厲害的 都是在外國的 是啊 我又不覺得 挺厲害的 你問我 對上面來說 風IP 你問我 在上面 在大陸的網台 講得更厲害 嗯 講得更厲害 大家有空上去聽聽 罵得更厲害 好了